这两颗番茄呢,左边的是高产黄石英,右边的是华氏蓝钓 两颗都是无限生长型,我都采用了双干整治的办法 那先看黄石英,黄石英真的是一个非常推荐种植的一个品种 它真的特别的高产 它的一串滑絮呢,可以结几十个果子,非常的夸张 然后等下面的果子已经开始转色的时候呢 前面的果子可能才刚刚开始膨大 那我们可以大概数一下它有多少串啊 这是第一串,这个呢是第二串 这个是一串,这是第三串 这个是第四串 那边是第五个 然后上面呢,不太好拍到的地方有第六串 然后它还一直在往上涨,还没有封顶 因为它是无限生长型 我可能考虑到后期再给它打顶 然后那个只是一根杆子上的 那么第二根杆子上呢,结的稍微少一点 这是一串,然后这是第二串 这是第三串 可以看到其实它这个时候越往上它结的越少 可能是因为养分的话,攻击已经不够充足了 所以说呢,其实越到中下部的第一串方的时候 它这个果量会越多 这个是黄石英 黄石英这一边是刚开始转色 然后但是我在花盆里的时候 它那个转色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我已经吃了两颗 就是一个偏向纯甜的一个品种 然后这边呢,是这个华氏蓝调 华氏蓝调呢,它的这个果形特别的好看 特别漂亮 你可以看到下面已经开始转色了 然后上面呢,是这种紫色的这种花纹 然后呢,下面的话,它一开始是绿色的 然后慢慢的开始变成黄色 然后变成红色 然后呢,它这个果量也还可以 它的果形偏大 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个啊 这个一直是挨着这个竹竿这边 好像长得不是特别的标准 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这边已经稳掉了 我大概给它开一下 我感觉它没有完全的成熟 因为这个地方,它这个太阳光照射的时间不够好 时间太短了 而且的话呢,就是它这个叶子 我打的也不是很多 很多时候它这个太阳光照射不进来 它这个番茄味特别的浓 嗯,味道怎么说呢 稍微偏酸一点 可能是没有完全成熟 然后果肉呢,非常的紧实 也特别的多汁 特别的紧 几乎没有空腔的地方 就完全都是肉 然后都是果汁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吃的一个品种 如果等它长得再熟一点的话 它可能会变得更甜一点 它这个果子呢 嗯,我大概看一下它结的是多少串啊 这是第一串,第一串果实呢 结的也挺多 然后这个是第二串 这个是第三串 第四串 哦,第五串已经很少了 这边前面好像都不怎么开始膨大了 不知道是不是肥没给够 然后上面还在开花 然后第二个杆子 这边也结了一串 两串 然后那边是第三串 哦,那边还有一串 第四串 嗯,差不多呢 就是像这种家庭园艺种植的话 呃,基本上 一棵能够结个十串是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一串的话 那大概的果实大概有 嗯,我这边种的有十个左右吧 十个左右 有的时候上部分 上部分的话可能会少一点 然后下半部分可能会多一点 平均下来的话大概是十个左右 嗯,大概是这样 就这样 嗯,还有这样